我們兩個目前真的是有點濕動 目前最愛的 但是愛瑜它的價格真的有點高 目前也是最高的 然後同時呢 它還有遠端監控 然後它裡面有一個飲料喝到飽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小型個人KTV 也是唱到飽 不用錢的 哇 原本其實我非常的期望 高到天花板 因為我感覺它跟其他的中心不一樣 它就是有點像五星級飯店 今天呢我們來跟大家分享 台中六家月子中心 這六家呢其實都是我在我的方面找 還有一些親朋好友他們推薦 那我自己覺得看起來還不錯 我們就直接實際走訪 我們總共呢分了兩天 然後一天三間 一天三間 那我覺得呢 真的每一間都有自己的強項 所以我們今天就稍微給大家整理起來 就變成一個台中月子中心特輯 那因為通常呢都是北部的嘛 我們台中也必須要有一下吧 不過呢有一些月子中心 它是可以提供我們拍攝的 那有一些呢它就比較沒有開放 不過呢我們就是看他們月子中心 當下他們的規範 去跟他們做配合這樣子 沒有辦法拍到的話呢 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再看一下他們的照片囉 我們現在的位置啊是在幸福城堡 然後剛才進來之後呢 其實就是有填一些資料 然後可以獲得一些東西 他們送這個耶 對 滿意寶寶的包製 雀巢的媽咪膠囊 這個 對對對 那這個感覺之後可以再拍一集 就是如果你是孕婦之後 你可以獲得什麼 用手冊換的對不對 對對對對對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在等他們 在等一下幫我們稍微介紹一下環境之類的 然後可以去Runtour了 你說你自己多蠢 沒有啊 他就給我這個嘛 我就這樣子 然後給他 然後耳子要往前面穿 哈哈哈哈 他把這個當外套再穿 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這一區呢 是他們的訪客區 所以呢就是如果我們有朋友 親友要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我覺得看起來其實還滿溫馨的 可以待一個小時 然後那邊其實可以看到寶寶 你的寶寶都會在訪客的面前這樣子 我覺得還滿有儀式感 因為就不會看到其他的小孩子 而且這空間很大耶 對啊 因為我們之前有看過其他間 他是比較沒有那麼溫馨感 然後這裡旁邊就是還有那一些 就是寶寶媽媽的一些周邊 然後聽說價錢也還滿便宜的 然後那裡有一台機器 聽說呢非常的強 聽說他們這台機器 好像如果照了之後呢 就可以改善媽媽的一些小肚子啊 幹嘛幹嘛的 就是比較詳細 你們再來去問他們 或是搜尋這樣子 然後這裡就是那個看小孩子的窗口 對 他們會做一個門 然後你這個門是跟外面會有格局的 然後進來就是一個飯店式的管理耶 對就是他們的房間 然後每一個好像都是會有窗戶 那他們門口啊 都會有放這個推車 這個上面就是他們的食物 然後下面就是那個放椅 像那個一樣 那其實呢我剛才有聽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他們會把食物就是定時的 放在他們這個門口 嗯 我覺得這個好處就是他不會被打擾 因為我姊姊之前去的月子中心 他都會定時去敲門 就說我們應該送餐 對 每次都會被吵醒 睡到一半都要起來拿餐這樣 然後就睡不下去了 然後他還有微波爐 喔那個喔 對所以如果要夾熱的話 也是可以用來吃熱的食物 這個 然後他們這裡的房間 比較沒有那麼多 大概是22間左右的樣子 然後還有分大寶房和一般的房間 哇這個是可以在這裡游泳耶 其實他真的是透明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讓他看 怎麼跟泡那個魯寶的很像 哈哈 然後還有游泳圈 好可愛喔 就是如果你是住滿28天 一個比較大的歲數才可以來游泳 對 所以如果要拍的話 目前是沒有辦法 對然後也不能PO上網啦 所以我們就想說有點可惜 真的他說你可以拍 但是不要PO上網 那我拍幹嘛 哈哈哈哈 所以我覺得哇 原本其實我非常的期望高到天滑板 因為我感覺他跟其他的中心不一樣 他就是有點像五星級飯店 喔然後他裡面的內容就是 我很喜歡這種飯店 我出門找飯店 我都會找這種類型的 就是很高級 然後他的採光很好 嗯 然後他裡面還有一些洗頭髮的地方啊 或是小朋友在玩遊戲的地方 也都是很高級 然後一進去的大廳 就是覺得哇哦 好窄 好喜歡 然後他的餐點呢 好像就是有中西 都會有這樣子 還有異國料理耶 對 但是因為沒有辦法拍攝 所以就沒有辦法 就那麼實際的跟大家說 不過大家可以在網路上面 再自己稍微看一下 對我們只能跟大家說 他們網路的圖跟現場其實差不多 其他的話 他的價格 其實就是跟我想像中的差不多 是比剛才那一家再貴一點點 但是因為他的硬體設備是比較好 而且好像是比較新一點點 那他的那些人員照顧 等等的方便 就比較沒有上一家講的那麼仔細 對對對 那還有其他的想法嗎 不過我有個想法 你可以聽一下 就是我覺得他這裡是 飯店式的管理嘛 對 我感覺這個是對媽媽比較好的 你可以把那個多餘的錢 然後拿去住更好的飯店 就例如說你出去玩 然後住更好的飯店 去找比較符合嬰兒比較方便的 哦哦 你說就像上一家這樣子 類似 我說這個想法啦 你可以聽聽看 但我覺得如果在裡面住宿的話 覺得好舒服喔 就是媽媽在裡面會很爽啊 一個月耶 一個月都住那麼高級的地方 而且他那個電視還有Netflix 跟那個YouTube可以看 哦對了 他這個的話就沒有那個攝影機 沒有24小時可以專注寶寶 但他們就好像理念就是說 讓媽媽好好放手 不要再看了 不過你想看寶寶 你是可以坐那個電梯下去 那個他們的寶寶音樂試看 對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如果是訪客來的話 一次30分鐘 還要快篩 說到這個我就 不太想來了 如果今天是 我的朋友住在這裡 然後我每次來都快篩我就不會來了 哦哈哈哈哈 對他這個是必須要快篩的 大家可以稍微考慮一下 對 好那接下來去下一家囉 好走吧 那我現在的位置啊 是在新惠森有配合的 如意產後護理之家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對我們的優勢 就是交通 那交通有夠方便 而且他跟我們的醫院是有做銜接的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優點 沒錯 而且我們來到這裡就是 跟新惠森一樣 大概15到20分鐘就到了 從大雅來的這邊 那個整個路非常的順暢 因為我們一開始去市區 都會塞車啊幹嘛 去市區我們導航 都至少要20分鐘起跳啦 就30左右 對 他如果是訪客要來面談的話 要來面談的話 就是要在樓下 然後是用那個視訊 對訪客是沒有辦法進入到 其他地區 只能在那個大廳 然後他們這裡一樣 有很多那些產後 媽媽他們可以去上一些課啊等等 他們剛才就有在做一些手作的課程 一樣啊 有用頭髮的 然後還有他們 這感覺是基本欸 對 然後還有 同時大家都有的 就是送那個相框 然後他們這個區域呢 是 我現在在他們的五樓 這裡很漂亮欸 飄飄的空間 但是只有這裡是 有這種特殊的造型 其他的就是一般的房間這樣子 然後他們這個地方呢 就是好像可以坐瑜伽 然後旁邊有一些書籍可以看 那他們的房間呢 因為我5月8號 就是日子有點夯 所以我現在就是比較小的房間 對 小的他說是8坪 大的大概12坪 沒錯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是小的 然後他這個價位的話呢 就是我們剛才有去看兩間嘛 然後這是他們的中間 對 所以大家也可以稍微評估一下 那目前通過這樣子 啊 還有一個很棒的 就是他旁邊有副停車場 停車場也是基本的 對 就是我們去的這三間 都有一個停車位 第一間的話好像沒有 喔對喔 第一間要一個小時 一天一百塊 就是是便宜的 對對對 剛才那一間的話 它就是地下室這樣 嗯 今天又是我們看月子中心之日 今天呢 會安排三家 那其實呢 還有兩家是下禮拜一會去 但是 我不知道會不會 會被記錄到那時候 只是呢 我們今天看的這三家 也都是網友他們有推薦的 就很感謝大家 有提供我一整串的 長長的名單 大家真的是非常專業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先去 今天的第一家 安心 我們剛才去玩那個安心啊 我們剛才去玩那個安心啊 其實呢 它是很多網友裡面 推薦的前三名 然後所以 在它呢 其實還蠻有那個期待的感覺 那它旁邊呢 就是李茂盛 李茂盛也是在台中 很有名的一個 婦產科醫院 然後很多人都會推薦 在那裡生產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覺得的優點呢 就是它旁邊 它還有停車場 地下室它也有停車場 而且呢 它裡面是有一房一廳 結果它是有一個拉門的 所以看起來呢 那個空間會比較大一點點 那另外啊 它們是一天開窗三次 然後每次就是一小時 那我覺得這一點的話呢 大家可以稍微評估一下 因為有一些它們是 都不會關窗的 然後它們這裡也是可以提供 有關視訊 然後還有一部比是 一比四到一比五 這都是跟 每一個都是差不多的 然後它們有會客室 那會客室的話 也是可以看到寶寶 只是呢 它們就是有固定的時間 就是我剛才說 它們開窗的那幾個時段 所以就是所有的人 大概就是會 在那個時段過去看這樣子 那它們的價錢呢 我覺得就是 稍微算 中上風向 對對對 然後就是看你的平數大小 去做什麼 然後我自己覺得呢 還有一點 我覺得可能會稍微考慮一下 就是因為它的房間的風格 因為我看到有一些 它是比較偏白色的 欸有一些是比較偏 深色木頭的 我就很不想到深色木頭了 當然可能它說 它沒有辦法選擇 要抽獎耶 如果抽到那個深色的話 我覺得 不會很緊張 呵呵呵呵 如果是白色的那我覺得太好了 然後它還有提到一個喔 就是它們不保證入住 這點的話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一下 另外呢 就是它的底座 大概就是14到50坪 然後它們總共是有49間房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到了是沁梅 就是在經典的酒樓 先上去吧 我們剛才去看沁梅 結果 我們兩個目前真的是有點行動 目前最愛的 但是礙於它的價格真的有點高 目前也是最高的 沒錯 欸難怪就是這種 一分錢一分後的 你把規格跟大家報一下 沁梅呢它是24小時開窗 但是它是沒有遠端的視訊 那它們那裡的UBI 就是1比4到1比6 但是呢我覺得它們的分工 好像是比較細一點點 那它們的會客室 而且它是可以在一個區間 因為很長可以去看 然後總共有40間房間 那我覺得它們的會客室呢 真的是大到爆 而且它之前很好 它是讓我們都可以錄影的 喔 對 而且它那個會客室啊 我們現場都有看到一些阿公 然後媽媽回去看 因為喔有夠溫馨 很感動 對 而且它們裡面的一樓室 感覺空間很大 就是小朋友很好錄來不去這樣子 然後呢它們的房間 大概是12到15坪 但是我必須說它的價格高 是因為它有包含什麼 擬產後3年的課程 都可以在那裡免費上 就是其實從我簽約的那一課 我就可以開始來這裡上課 對對對 就是有爸爸教室 媽媽教室等等的 就是它的價格高 但它所有的包含物是最多的 嗯 而且它是到我小孩子3歲 這段期間 我就可以一直來這裡上課 甚至也可以帶我的小朋友 一起來這裡上學家 還在旁邊陪著我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同時有去參觀 它的那個按摩室 洗頭室什麼的 哇 都很像一般在營業的場所 真的非常享受耶 然後它的機能很好 因為它對面就是百貨公司 而且這附近就是情媒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它的採光 一進去的時候就覺得 哇這也太美了吧 然後還有他們的空間很寬闊 然後他們有免費的秘乳 因為有一些秘乳 他們都是什麼買一邊 然後送一邊幹嘛的 然後或是 就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限制 但是這裡的秘乳就是完全免費 因為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招呼人員 就是護理師跟秘乳師 他們是同時有這個證照的 就是他們的秘乳師是專門的 就是在這裡工作的這樣子 而且它是一定有房間住 因為他們這裡其實還有跟什麼 經典 經典的做配合 或是全國的做配合 反正就是你就不用擔心 來到這裡沒有房間這樣子 以目前來說 它的缺點就是它的價格 但是這個價格也是我們自己的缺點 這是你的缺點 對 這是我的缺點 好可惡喔 那我們現在來看的是艾爾莉 對 在他們的對面而已 OK 我們剛剛去看完艾爾莉了 第一個就是艾爾莉它的整個樓層是平面的 就是你的樓層跟你的寶寶是同一層 然後再來就是它是20小時開創 你可以一直看到寶寶 除非一些什麼消毒之類的 對 它說如果你是醫師看診 或者是有消毒才會綁起來 但不然的話是全開 然後同時呢 它還有遠端監控 遠端監控它是在房間電視還可以看 之外呢 這間還比較特別 它是可以綁定手機的 而且它綁定手機是可以綁最多四位 我的跟六一的 或者是外公外婆阿公阿嬤都可以看 那一戶比呢就是1比5 有會客室 那時間的話就是早上10點到12點 跟下午的1點到5點 但這個可能會滾動調整 那再來呢 它總共的房間是29間 那坪數呢 有7坪8坪跟10坪 那價格呢 我們是以25天的方案 那最便宜就是5988 這個就是網路上都找得到的 訪客的話一天是一組 然後20分鐘這樣子 因為我們之前遇到的 大概就是30分鐘 不然就是1小時這樣 這個是最少 但我覺得沒差 然後我們統整完的 優點跟缺點呢 第一個優點好了 就是它是機能不錯 它樓下也是百貨公司 因為它跟我們剛剛那個 氣霉是在對面 斜對面 然後它的電動床是 我們看了6間 唯一間有電動床 它有一間是專門 類似像樣品屋的 但是那個樣品屋 只是它給我們看裡面的設備 但它不代表是全部 因為我們看了那間 這樣譬如是沒有對外窗 那它全部的房間都說它有對外窗 它的價格是業界最便宜的 其實其他間的話 目前都還是算有一兩間房 但他說呢 那個最便宜的已經預約到6月中 生小孩的人 都已經全滿了 我們預產經過了 所以我們是沒辦法住到最便宜的 對 如果呢 大家 對這個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覺得你就可以直接先卡起來 聽說它5988是 就真的5988 對對對 我們看其他人分享的 沒錯 然後再來一個就是 一定會有房間 因為它也是跟飯店有配合 所以如果你提早來的話 你會先住在飯店 然後呢 還有一個我覺得 也是我們6間裡面唯一一個 就是它那個寶寶的數據是很透明的 還有一個數據列表 App追蹤 吃喝拉沙 然後所有數據什麼的 黃膽拿等等的 對對對 那還有一個就是 陪住人員是可以一週換一次的 嗯 因為陪住人員我們前面好像 有個有問問有個沒問 但我記得它這間是 可以一個月換四個人 是 例如說我住完一週 然後下個下個禮拜換你姐 或者換你爸這樣子 可能也是要有一些關係 就是它說這個也是滾動式調整的 對 再來優點好像差不多 嗯 然後再來就是 它有個優點啊 就是它的可樂雪碧喝到飽 對對 它有一個腳椅廳 然後它裡面有 可能飲料喝到飽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小型個人KTV 也是唱到飽 不用錢的 對 所以我覺得那還不錯啦 缺點的話我覺得它的會客室 就是看寶寶的那個區域偏小 它就長長的啦 對 然後再來就是一個沒停車位 嗯 因為沒停車位 是我們六間裡面 唯一一間是長這樣子的 一開始說 它比較沒有免費 它有停工 但是你要付錢 它比較優惠 是 那我們這樣算一算 好像如果你在家區裡面的 房間費的話 就 就又高了一點 嗯 所以我們會覺得是缺點 它看個人 OK 好那以上就是 我們剛剛看的那間 艾爾莉的 新的感想 其實 如果我們有住到 5988的話 就是我們有機會的話 感覺是一個很強的吸引力 我應該就會直接訂 對 因為真的是六間最便宜的 嗯 然後你們就是 如果真的大家喜歡 惡莉 真的要提早訂 對不對 對對對 直接跟這樣跟大家講 那我們是沒機會了啦 所以一樣提供這個資訊給你們 沒錯 好啦那就先這樣子 好啦 那我們看了以上六家呢 我真的覺得 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強項所在 那我們就有區分了幾類 可以給大家做一下參考 首先呢 大家可以先以價格去做考量 因為呢有一些啊 可能就是6000多的 有一些7000多 有一些8000多 我覺得你可以先把那個 價格的區間先訂下來 還有你要住幾天 然後去做決定 因為呢 那個天數和房型大小 會影響到那個價格 所以呢 我覺得這個價格 這點啊 大家先抓出來的話 就可以刪去掉很多家喔 接下來呢 是設備環境 我個人呢 就是非常注重這個部分 因為呢 我就是想要 每天都有一個很好的環境 就至少要跟我家長的一樣 不然就是再比我家 再好看一點點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 我每天感覺會很快樂這樣 但是呢 阿寬他自己覺得說 好像設備環境 不是那麼大的重點 因為重點就是 那些照顧啊等等的 所以呢 這就可以看自己的考量 那接下來呢 就是護理人員啊 或是醫院 其實呢 這點就是有很多網友跟我提醒 他說呢 很推薦大家可以去做 例如說 零星他們 附射的廠後護理之家 或是澄清 附射的廠後護理之家 因為呢 他們這樣子可以這樣子 一條籠 就例如說呢 你小朋友啊 可能要打疫苗啊 等等的 媽媽都可以不用出去 然後就可以直接完成 但我們這次呢 因為澄清 他是只能用電話預約 然後就沒有辦法實際看 所以呢 我們就沒有特別拍攝了 最後一點呢 就是交通啦 就是月子中心呢 盡量不要離家裡太遠 不然呢 東西忘了拿的話 就很麻煩 每次回去一趟呢 就是非常非常久 以後才會回來 我覺得 我們看了那麼多間 感覺投影很重要耶 我們在網路上面看 就覺得很還好 但是我們到現場看 意外的很喜歡 對 啊想法有時候覺得很棒 但是到現場看就覺得好像 真的很棒 但是哪裡怪怪的 在選的話 你不要只有看網路上面的資料 或我們的影片 嗯 就是如果你覺得喜歡 就是真的耶 一定要到現場看 介紹你的人 他是有那種專業度跟熱情的話 其實你很容易被感染 因為我們去了這六家 有一些呢 他就是 雖然也是親切 但是他就是比較自私化 那有一些呢 他就講得比較深入 我們就會覺得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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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歡迎大家在下面分享一下說 你覺得台中有哪些月子中心 其實也是很不錯的這樣子 或者是你曾經住過 你朋友住過 也可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對 我們應該不會再拍第二集了吧 拍不完 哈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 結果呢 我們今天又編來增值月了 因為實在是太多了 一直推薦我這家 然後我拍照片 我就覺得它好美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到現場 結果呢 一來到現場我真的覺得就是跟照片一樣 還是很漂亮 很漂亮欸 重點我覺得意外就是它的價格 幾乎還在中欸 就是CP值挺高的 因為其實我們前幾家 我覺得環境沒有像我想像中的那麼好 但它的價錢還比這個還要高 所以我覺得這個CP值非常好 而且它的用餐我覺得很棒 就是它可以很酷吃飯 那我們增值月啊 目前我們可以的坪數呢 大概是剩下13坪還是14坪 它有一個12坪的 但是目前已經沒有了 然後呢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它裡面有按摩椅 每一個房型都有按摩椅 它說他們的房型只差在大小 其他設備都一模一樣 對 然後他們還有分雙床或是膽床這樣子 還有沙發 它每一間呢都是一房一停的 而且都是24小時不關床 然後訪客的話就是一天一次三位 但是它的時間就是讓你待到晚 就是沒有什麼半小時一小時 我覺得這個點就是如果你是家裡很多人 像是阿公阿嬤爸媽媽想要來看就比較算是缺點 因為它人數限制比較嚴重 但它說它是滾動式條件 對對對 設定到我們明年就全開了 對 因為還有一個很棒的就是他們後面 有一個大寶的遊戲空間 然後他們的一戶比是一比五 那他們的月子餐都是有自有廚房這樣子 但是就是你可以看情況調整的時候 你可以想要怎樣 就是以不挑食的情況下啦 嗯 而且它可以調餐 就是我今天沒辦法吃 我改天再吃這樣子 然後價錢呢就是我覺得 哇 有點打動我的感覺 我們說一個範圍 八千內 最貴就是八千內 一天 完蛋了 又難抉擇了 好險今天我來看耶 沒關係 就是有個那個心靈卡在那裡 我們就只是拍給大家看 但是選擇的話我們還要再討論一下 再討論一下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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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